这个视频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科幻文学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 1866年,人们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一只巨型水怪 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由于已经威胁到了航行的安全 美国军方决定派遣林肯浩对海怪进行追捕 而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 他们还招募了法国的博物学家阿隆纳斯 加拿大籍的鱼叉之王尼德兰 由于阿隆纳斯先生还带着自己的仆人康塞尔 于是这三个人就踏上了追逐海怪的旅途 没过多长时间 林肯浩就和海怪不期而遇 林肯浩迅速做出反应 以每小时19.3海里的速度向海怪猛冲过去 而这个海怪呢 则不慌不忙的 以每小时19.3海里的速度在林肯浩前面巡航 而且林肯浩发射的炮弹 也都会在击中海怪之后 又顺着他的身子滑到大海里去 气得炮手之都呢 这混蛋的身上一定有一层6英寸厚的铁甲 就这样 这条海怪在林肯浩的追逐下 一口气跑了至少500多公里 而之后 他明显厌倦了这无休止的追逐 就反身一击向林肯浩撞来 将林肯浩撞得失去了动力 而我们的三位主人公也因此掉落到大海之中 最后进入到海怪体内 其实这哪是什么海怪呀 原来是尼摩船长所驾驶的潜水艇 诺蒂刘斯号 刚刚进入船体的三个人与尼摩船长会面了 尼德兰手里拿着刀 做出防卫的姿势 作为仆人的康塞尔 则苦口婆心地劝说尼德兰最好能冷静一些 而我们的博物学家阿隆纳斯 则很快分析出尼摩的三个特点 自信 因为他的头高傲地摆在两肩形成的弧形中 他那漆黑的眼睛冷静地注视着人 镇定 因为他的肤色苍白不红 表示他血脉的安定 强异 这从他眼眶筋肉的迅速收缩中看出来的 你看 仅仅一小段文字 就错落有致地将四个人的性格特点 写得恰到好处 凡尔纳在描写上还真有些技巧呢 当这三个人在诺蒂刘斯号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不禁对这艘船的动力提出了疑问 总是在海中 它是靠什么来驱动的呢 尼摩船长则悠悠地解释道 每一份海水中 有2.7%左右的氯化钠 我先是把钠提取出来 再跟拱混合成合金 再用这种合金替代电池中的新 钠电池就制作出来了 而整艘船都是电力驱动的 要知道 凡尔纳在创作海底两万里的时候 还是1870年 那时候的潜水艇都是靠压缩空气来前进的 他居然创造性地提出了电动潜水艇 科技的想象真是令人称赞啊 而海底两万里最大的好处 也是鲁迅所说的 经以科学 文以人情 凡尔纳巧妙地把科技和人情 这两个元素编织在一起 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科幻世界 在这个世界之中 科技的元素 一直拓展着读者的想象力 而人情的元素呢 则无时不刻地将读者拉回到情节之中 在这两大元素的公式之下 整个世界就都成为了凡尔纳的忠实读者了 好了 这一讲就说到这吧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